大家好,我們是十全大補償,我是林志浩,蔡正佳,陳希瑞,王一誠 我們的舊服務是台灣醫院 關於台灣醫院是行政院衛生組所提供的民眾可以免費專業醫療查詢 可以在網路上跟醫生有快速的對達及引導就醫 可以避免一些民眾錯誤看診或者是醫療資源的浪費 怕專診的浪費時間 關於台灣醫院的系統介紹有醫療諮詢、藥物諮詢、營養教室、預防健保 還有另外一個是課程教學 關於醫療諮詢的部分 可以用兩種方式來查詢 就是常見的病例還有症狀來查詢 然後可以方便網友去找到需要的治療 那我們就用網頁來做始作 這是我們常見的問題 就是做通診 那有眼殼有各種不同的外殼、內殼 另外一個是症狀 它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症狀 像有牙科裡面就是有口腔矯正、雷射手柱 然後外殼的話就可能是靜脈曲張 然後表皮亂...那個什麼東東的 然後眼科啊那些 然後再來是介紹的是藥物諮詢 那藥物諮詢的部分就可以 可以在線上跟那個醫生做Q&A的問答 它會記錄所有的不同的問答 然後在旁邊做通診 像類固醇的話就會記錄 就之前有問過 之前有問過類固醇的問題 那如果假如你有相同的問題的話 可以在上面做查詢之類的 那接下來是 營養教室 接下來是營養教室的部分 營養教室的話就是 它可以做出 它可以做出那個 這個 一樣是對不同的 不同的健康問題做 做 在線上問醫生 那做不同的Q&A 然後走掉了 然後 關於 呃...現在是 預防保健的部分 預防保健的部分 就是有分成那個 有分成戒煙和體適能 那 在裡面一樣有不同的Q&A 然後讓 讓大家做問 呃...問答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就是有 然後 它的功能還有電子爆和 呃...電子爆和公布欄 那因為 呃...我們今天 就搶很多次 那因為它更新 更新次數比較少 所以就是它 電子爆那邊就跳得比較慢一點 然後 呃...我覺得它最主要的特色是在這個 就是下面這個課程 課程教學 那它這邊的教學 它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科目 那裡面的話 可以點進去做 一些不同的 呃...課程學習 那 有專業的 也有 就一般民眾可以上網去學習的 呃... 對... 那... 就接下來換 換討論一下 我們找到另外一個比較 然後就是我們有找到一個比較像的網 網站就是台灣醫療網 可是就是 台灣醫療網不像那個台灣醫院下面有很多那種 跑馬燈 會一直有跑的就是可以其他連結 可是就是台灣醫院下面那個跑馬燈其他連結就很 很亂很複雜 然後每個都花花綠綠的看了就很痛苦 然後也不會去看 然後台灣醫療網裡面的資訊其實跟台灣醫院比起來 其實台灣醫療網覺得是比較多 可是 重點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網站連上去都要連很久 就是跑一個網頁可能要跑兩分鐘它才跑出來 就是可以找到一些 比方說可能像內科或是小兒科 然後它告訴你說如果兒童或什麼小孩子 就是吃什麼奶粉會比較好之類的 然後點進去看可能就要花兩分鐘多鐘 它才會把那網頁跑出來 然後就是涵蓋醫院 台灣醫療網涵蓋醫院就是連各區的診所都有 大醫院小醫院 診所都有 可是 就是我 室我家附近就是比較小的那種診所 就是都有找到 所以就是台灣醫療網找到診所還蠻多 然後至於藥物查詢的話 他們兩個都是用同樣都是用衛生署的那個 衛生署的一個官方網站查詢的 所以其實兩個人查到的東西都是一模一樣 不過台灣醫院 台灣醫院的部分就是 有醫生會幫你解釋說這個藥可能會有什麼副作用啊 說或是建議你不要這樣吃之類的 然後特色的話就是 台灣醫療網的話還有多一個就是 美容醫療就是 有多可能就是 可能可以去拉皮啊打玻尿酸之類的東西 會給你們知道 然後網站優缺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 可以線上 可以線上報那個看者 就是不是看者 就是線上預約掛號 就可以節省時間很方便 不然就是有時候過去 然後說要看診 然後發現自己可能排了個100多號 然後要等個兩三個小時 有時候就會等得很通 然後就是 這兩個網站的更新時間都很慢 像台灣醫院有些電子報就是好像 這樣子弄了一次之後 接下來就沒有下文 然後台灣醫療網的 網站更新 他只有現在已經2013 可是他已經到 他上面只有更新到2012 就是最近一次更新是2012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也沒講 就知道是很久之前 接下來我們要報告的是我們的新服務 然後跟前面的有點重複到 對 還是稍微輕一下 我們要講的是那個 前面有一組也有講到 Nike加Running 然後這個也就是 跟那個RunKeeper差不多 他也是就是 紀錄你的 跑步阿 然後GPS定位阿 然後算你的 跑多遠阿 幫你做個紀錄 然後讓你知道 你一個禮拜的運動 然後大概有運動多少 然後這是他的使用介面 然後我們有測試過一次 然後他下面還會幫你算 你大概這樣跑完 你大概消耗多少卡路里這樣 然後還有算你的平均配速 然後這 這些就是 他一樣也可以選什麼 放音樂阿 然後你可以選戶外或是室內 就是在跑步機 或者是在外面跑這樣 然後這是我們的實測 然後他也是有地圖可以看 然後看你怎麼跑的路線 對 然後 對大概是這樣 然後他的優點就是 他不需要 就是他 他其實這個 他們Nike家有做很多東西 他們還有一個叫 Nike Sport Watch 然後他是 就是一個手錶阿 然後上面也是有 跟Nike家 Roni一樣 同樣的那些功能 也是 當然 但都是 都只有 在慢跑上面而已 所以就是 就是 他人缺點就是 目前的缺點就是 大概都只能做到 就是 陸地上的跑步 然後 沒辦法做其他的運動這樣 對 然後 優點 就大概也是 就是這樣 那 他的 就跟RoniKiver差不多阿 對 沒有那麼特別的 然後 接下來我們 要補充的是這個 這是我們找到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APP 他是來測你的即時心跳的 因為 之前政府不是有在宣導說 運動333嗎 就是每個禮拜三次 然後 運動要30分鐘以上 然後 心跳要達到130以下 以上 然後 所以我們就想說 阿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你到底 做的那些運動 到底有沒有達到你的 心跳有沒有到130以上 的標準 所以我們找了一個這個APP 然後他是用 就是 他是用那個 手機上面的 後面的那個 閃光燈 然後 他就是 直接照你的手指 然後 會透光阿 然後 欸等一下 就是 他會這樣 就是 後面這邊 他會 光會 他光就是這樣直接照的 然後手指就是直接貼在鏡頭這邊 就是 之前 以前不是有玩過就是 拿光去照著 然後可以透光 然後可以看到裡面的血管 然後他就是用這樣 然後 貼在相機旁邊 然後 他就是用相機 然後去捕捉你的 就是血液裡面的變化 然後我們有做一個 就是 實測的影片這樣 其實我覺得是真的 他媽的有點小 為什麼不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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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要 換你再 你再用發射 跳下去 你有放進來嗎 有 有 有 這有點模糊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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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 就是 這樣看有點不行 可是我 旁 欸 看不出來 欸 謝 有 他看不出來啊 有有有 看 有嗎 有 就是他 你會明天發現他的 顏色有在變化 他是暗紅 然後再變亮紅 暗紅再變亮紅 就是充氧跟缺氧血 然後 然後 相機會去捕捉他 之間的變化 然後再去算 你的心跳大概是多少這樣 我有點不明顯就是 有 看不到 剛剛有 就是 我們用手機看比較清楚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他的 血液的顏色變化 然後他再去捕捉 然後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結論 欸為什麼沒有做 嗯 就是 就是現在吧 因為 生活忙碌 當然有些人就常常沒有做到運動 所以 這些 就是程式啊 就是其實只是用來輔助你 就是說 讓你能夠做運動 然後旁邊有個標準可以看這樣 但是還是要實際上要自己去驅動自己去做 然後 然後 我們報告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你好 謝謝 謝謝 謝謝